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们的新闻焦点节目 今天我们要讨论的是中国服药玻璃厂在美涉嫌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遭到调查的事件 7月26日 美国国土安全部等多家执法机构对服药玻璃在俄亥俄州的工厂及其他27个地点进行了联邦搜查 指控内容包括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 调查发现 这些被搜查的房屋内挤满了工人 居住条件恶劣 当地居民也对这些情况表示担忧 服药玻璃表示 他们并非此次调查的目标 而是配合政府调查第三方劳务服务公司 此外 有报道称服药玻璃工厂可能雇佣非法劳工 且工人工作条件和薪酬待遇不佳 服药玻璃美国工厂自2014年设立以来 已经成为地方政府的就业机会来源 但此次调查无疑让这一企业面临新的挑战 请大家继续收看详细内容 中国服药玻璃厂在美涉嫌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遭调查 BOA刘文 7月26日 包括美国国土安全部在内的多家美国执法机构 对俄亥俄州服药玻璃工厂在内的28个地点进行调查 作为对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等指控的调查的一部分 美国之音记者询问了负责该调查的国土安全部 下属的国土安全调查署公共事务官员 罗伯特·古恩 Robert Gunn 他8月7日在邮件中表示 这项调查仍在积极进行中 我们欢迎公众继续对此案提供协助 我们将继续致力于追踪事实 并在法庭上陈述我们的案件 他还鼓励有线索的民众通过电话或电邮与国土安全部调查署联系 当地媒体发现房屋中居住条件恶劣 罗伯特在邮件中表示 作为正在进行的刑事调查的一部分 国土安全调查局特工与国税局刑事调查局和其他执法机构合作 于7月26日在福耀玻璃美国公司和戴顿地区的其他27个地点执行联邦搜查令 特工在现场调查了与金融犯罪和劳工剥削相关的指控 戴顿、Dayton、自由镇、Liberty Township、迈阿密斯堡、Miamisburg、莫瑞恩、Marine和西卡罗尔顿、West Carrollton都有大量执法人员 据当地媒体 戴顿每日新闻、Dayton Daily News报道 在7月26日的搜查之前 莫瑞恩的本地居民已经注意到了一些异常 根据报道 这些被搜查的房屋中挤满了人 单户住宅内有十几人或更多 甚至一栋住宅内有20多人 白色的货车时常来到这些房屋门前接送身穿工作服的居民 房屋中的居住条件也令人担忧 人们在院子里洗澡 住在遭到搜索的房屋对面的玛丽亚豪兰 Malia Holland在接受戴顿每日新闻的采访时表示 因为该房屋没有窗帘或者百叶窗 所以她看到了房屋内的居住情况 除了双层架子床什么也没有 房子里很恶心 垃圾到处都是 带顿每日新闻的记者前往这些房屋调查时 里面的居民们或者说他们只会说中文 或者表示无法回答问题 记者从一间开着门的房屋中看到了厨房里面堆满了盘子 天花板上挂着的年营胶条上满是虫子 潜在的人口走私 劳工剥削正是此次调查的重点 当地华人表示涉案工厂可能雇佣非法劳工 记者联系了在俄亥俄州当地的华人社群 该调查在当地的华人社群中也引起了广泛讨论 40多岁的华人张灵 华明表示自己曾有朋友 在俄亥俄州的福耀玻璃工厂工作过 出于保护隐私的原因 他并未透露该朋友是否仍在此工厂工作 他告诉记者 雇佣非法移民是肯定的 发工资用现金 工作强度很大 每周都要加班 晚上还要on call 他表示该朋友也曾问过他是否要去福耀玻璃工作 那里时常缺员工 因为工资也不高 有时候一周要工作60到70小时 有时候中午晚上到了饭点 突然要赶工 那也不能走 根据张灵的叙述 不少在福耀玻璃工作的员工都是福建华人 因为该公司总部在中国福建 所以福建人占据了工厂中不少管理职位 也经常介绍老乡入职 底层的工作因为薪水和时长的原因 要招到愿意长期工作的美国本地人比较困难 而少数薪酬 丰厚的行政管理岗位 则比较受美国人欢迎 记者无法独立核查张灵所说是否属实 而向福耀玻璃所发的询问邮件也并未得到回复 福耀玻璃表示并非此次调查的目标 福耀集团就该搜查发布公告称 福耀美国主要是配合美国政府机构针对一家第三方劳务服务公司正在进行的调查工作 福耀美国被告知并非该调查的目标 福耀美国将全力配合美国政府机构的调查 搜查结束后 当日就已经恢复正常作业 目前生产经营一切正常 记者就该调查是否与福耀美国无关 仅针对第三方劳务服务公司向国土安全调查署公共事务官员罗伯特·古恩核实 但罗伯特在邮件回复中并未回答该提问 福耀玻璃美国工厂于2014年设立 2015年投入运营 2016年10月投产 该工厂也是奥斯卡金像奖最佳纪录片美国工厂 American Factory的主角 该纪录片由美国前第一夫妇巴拉克·奥巴马和米歇尔 奥巴马成立的高地制片公司Higher Ground Productions 参与制作讲述了福耀玻璃美国工厂 雇佣了2000名美国人之后 中国雇主、中国外派员工和美国员工之间的摩擦和矛盾 工厂领导与想要成立工会的美国工人之间的冲突 美国员工无法适应报酬微薄 劳动强度大且重复性强的工作 惊讶于工厂中并不完善的安全生产防护措施 中国员工则无法忍受美国员工的低效 纪录片体现了两国的文化差异和由此带来的冲突 根据张玻璃的讲述 近年来福耀玻璃美国工厂 努力招聘本地的华人群体 特别是福建人 似乎就是为了避免这种文化差异和冲突 曾任世界银行亚洲地区首席经济学家的卡内基 国际和平研究院亚洲项目的资深研究员黄玉川 Yukan Huang博士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话采访时提到了 美国能够从事制造业的人才不足 现在美国没有足够的有经验的制造业工人 来有效完成这些工作 他表示现在的美国人向往的工作 是软件工程师 金融界从业者 医生等 也并没有经历过与制造业相关的培训 这些拿着美国政府的补贴 来到美国建厂的公司很难招到合适的工人 他说美国人想要的工作 是能支付7万到8万美金年薪的 但这些制造业工作能提供的薪水 只有3万到6万美金 福耀玻璃在美国的投资建厂 仍然得到了地方政府的肯定 位于铁锈戴俄亥俄州的戴顿市 曾经有庞大的制造业 但随着制造业从美国逐渐转移到 中国等其他国家 这里的人口逐渐减少 工作机会也越来越少 而福耀玻璃则为当地提供了难得的就业机会 福耀集团董事长曹德旺 于去年被美国国际领袖基金会授予 杰出制造业贡献奖 中国资本进入美国市场的机遇与障碍 曾在中国职业的律师刘少晨 现在美国从事理电池行业的工作 他向记者表示 因为美国和中国在劳动法规和执法上 存在许多差异 在派遣中国员工来美国工作 和在美国本地招工时时常会遇到困难 他告诉记者 很多企业出海落地后的运营本土化 也遇到障碍 在企业文化和用人习惯方面 并不能很好适应美国的商业规则 工作习惯 在政商关系上也缺乏与相关机构 当地政府的良性沟通 他特别提到美国的法律 注重保护雇员的利益 对于每周超过40小时的工作部分 应该支付不低于1.5倍工资的加班工资 反歧视等条款执行起来都很严格 而这些可能是中国雇主会忽视的方面 在分析本次搜查时 他提到第三方 劳务公司既可能是劳务中介 也可能是中国通常被称为 劳务派遣 Dispatched Employment的公司 他解释道 通常劳务中介只提供劳动者介绍 不参与建立劳动关系 相应的雇主对劳务中介介绍的用工身份等 有自行核查的义务 而如果是劳务派遣 在美国则主要是指雇员租赁公司 Employee Leasing Company或专业雇主组织 Professional Employer Organization PEO 法院可能会根据客户公司对派遣员工 是否具有控制权 Right to Control 培训投入 重要程度 时间长短等因素 从而认定客户公司与派遣公司 构成共同雇主关系 且客户公司也可能对派遣公司 单独从事的不当劳动行为承担责任 尤其是客户公司知道 或应该知道其他雇主的非法行为 并且默认相关不法行为 没有抗议或没有依据合同实施抵制 中国企业仍看好出海来美国投资 今年以来 已经有包括TikTok Timio 拼多多旗下 经营跨境电商的子公司 在内的在美国发展的中国公司 在美中关系恶化的大环境下 遇到挑战 此次服药玻璃遭到搜查 也引发了中国商界 是否仍然需要前往美国投资 或者建厂的讨论 自2008年起 在中国经营投资基金的 资深风险投资人杰弗里 Jeffrey则表示 当前仍有不少中国企业 有进军美国的意愿 他提到 一方面因为中国经济疲软 不少中国公司的主要市场 就是在欧美 另一方面 因为美中关系恶化 许多公司也担心 美国会增加针对中国的关税壁垒 而在美国设厂的话 可以在继续服务美国客户的同时 规避未来被加收大额关税的风险 从事李电池产业刘少晨也表示 出于中美紧张的政治关系 拜登政府在执政初期 就出台了几项关键政策 以鼓励美国在一些关键领域 尤其是新能源领域建立本土供应链 他说 锂电池是最近热炒的中国出口 新三样之一 中国从最上有锂矿到正负级材料 隔膜 电解液及电池封装具备很成熟 系统性的供应链优势 近年 已经有很多国内里电池行业龙头 如国宣高科 一维里能都宣布 在欧美建厂 投资方式或者独资 或与本土企业合伙 也有如宁德时代目前 主要是技术和设备输出 杰弗里认为 中国企业在美国发展中 遇到的困难 因为TikTok Temu Shine等高知名度企业的遭遇 而被放大了 但实际上 有许多并不广为人知的中国企业 在美国发展得非常平稳 顺利 他说 大部分的企业都不会做到 像TikTok啊 像Temu啊 像Shine这么大的规模 这么大的影响力 所以大家有时候 会把目光聚焦在几个巨头身上嘛 然后会把这个事情 就想得有点严重 实际上 对于大量的中小企业来说 他们出海到美国 也不影响到国家安全和这些层面 而且他们本身体量 也都不是很大 他表示 美国是一个法治国家 出海到美国的中国公司 需要注意法律合规 有必要的时候 请专业的律师团队 但总体上来说 中国公司 出海到美国进行发展 仍然是一个不错的商务策略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探索 这是一个由科学家 经济学家 媒体人 工程技术人员合作建立的新型媒体 网友与六度AI参与 合作完成各种内容 这些内容不能作为任何决策或法律的意见 这是一个新型的试验性媒体方式 我们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持 修正错误 网友可以参与讨论 也可以向万能的六博士提出 你能想出的任何问题 六度世界网址是六duworld 请介绍给你的亲朋好友 那么大陆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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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